画面上上班尖峰时间由于从地内往八度以及高速公路方向行驶到暖江桥前 由于大小车辆流量非常大 机车停等区相对太短容量不够用 许多机车只能停在曹化线或是双白以及双黄线上 因此市议员联恩点接获民众反应后立刻办理会堪 也获得交通处等相关单位同意 将加大机车停等区容纳更多机车停等红灯提升安全 是 我想在暖江桥这个地方因为从地内往八度的方向只有两个车道 那常常在这个红灯可以向右转的时候执行车 那那个机车的停车格就显得不足 要执行的机车就显得不足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跟市政府交通处沟通好了 就是说必须这个机车停车的位置必须要加大一点 那个机车停等区的位置必须要加大 那来就当在红灯这个执行车红灯的时候 也有机车才有空间来靠停靠 那让这个红灯右转的车子第一个不会影响到 而且这个机车停在这个停等区的时候也比较安全 不会因为这个停等区不够停在这个双白线上 或者是要停在隔壁的炒化线上 这样子彼此大家用路人都能够安全 年恩典表示机车停等区将在年后重新划设加大 让用路人更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